刘阿姨今年62岁了 是一名退休工人 本是安享晚年的时候 可是最近身体却频频出现不适 先是出现了感冒 一直打喷嚏 后来慢慢发起了高烧 吃过药后虽然一时将温度降至正常 但是会反反复复 甚至出现了咳嗽咳痰的症状 家里人很是担心 让其去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可是刘阿姨不愿意去 还说自己身体棒得很 已经很多年没有生过病了 这一点病不算什么 过两天就会好的 可断断续续两个星期了 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于是被家人强制带去了医院进行检查 本来都以为是普通的感冒 可是检查结果出来 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刘阿姨被查出了肺部节节 医生怀疑是肺癌 这可把刘阿姨吓坏了 她不理解自己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就突然查出肺癌呢 医生告诉她 有时候长期不生病 并不代表抵抗力强 也有可能会相反 俗话说小病不断 大病不犯 生病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感冒发热 头痛脑热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总会有人把感冒 与癌症的话题联系在一起 这不免让人心头一颤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人为什么会感冒 阿蒂 阿蒂 你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一年可能会出现很多次感冒 而有的人甚至几年 都不会出现感冒症状 就拿之前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来说 即便感染率很高 但是也有人一点是 都没有 据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中介绍 普通感冒很常见的 一个人平均每年 患感冒的次数为二至六次 所以说一个人一年中 感冒多次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说到感冒 每个人都经历过 这几乎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疾病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普通感冒主要是由于多种病毒感染引起的 例如鼻病毒 腺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等 多为鼻炎等上呼吸道感染 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 症状多为流涕 头痛 鼻塞 打喷嚏等 而流感是一种由流行性感冒病毒所诱发的急性呼吸系统 感染性疾病 流感可以累积整个的呼吸道 或者可以累积肺脏 常常伴有全身的症状 比如发热 头痛 肌痛和乏力 流感的诊断主要是流行病学资料 同时还有细菌学的培养 例如大家刚刚经历过的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最典型的流行性感冒 通常当身体的抵抗力下降时 病毒就会趁机而入 当病毒将攻破所有防线时 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炎症反应 感染之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机体的免疫机制被激活 病毒会在免疫细胞的攻击下 而丧失活性 所以我们平时说的感冒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 自身免疫系统就可实现自育 一般情况下 在依靠自身免疫力杀灭病菌的同时 也会进一步增强免疫力 有很多人在感染一些病毒后 身体就获得了针对该病毒的免疫力 虽对于感冒来说 并不能阻止其二次感染 但是当再次感染的时候 恢复的会比较快 自限性更强 例如有些人得了流感后需要打针 输液才会恢复 而有些人吃一点药 甚至不吃药就会痊愈 这都与免疫力有关 那么人们就会说了 到底是感冒多了免疫力会增强 还是说不经常感冒代表免疫力更强呢 感冒与癌症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长期不感冒的人 不仅免疫力差 还容易得癌 其实关于感冒的话题 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人觉得经常感冒 其实代表免疫力差 身体不好 也有人认为免疫系统 要经常被病毒激活一下 才会越来越强 更甚者还说常年不感冒的人 免疫力差 一生病就是癌 这可着实让人们摸不着头脑 那么问题来了 经常感冒到底是好是坏呢 感冒真的可以抗癌吗 英国曾做过一项这样的研究 他们随机选取了病情相仿的 15名膀胱癌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 将科萨奇病毒 引起感冒的常见病毒之一的浓缩液 灌入这些癌症病人的膀胱内 在等待一个小时后将其取出 在一个星期之后 专家通过分析 发现病菌已经成功感染癌细胞 而且有大部分的癌细胞已经死亡 更让人值得欣慰的是 有一名膀胱癌患者取得了完全缓解的治疗效果 这个实验结果让很多人都开始相信 身体在病毒感染后可以达到抗癌的效果 但是后来专家解释 实际上该研究使用的阿萨奇病毒 它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直接杀死癌细胞 而是在感染人体后 可以诱导增强患者的免疫反应 提升免疫系统的杀伤力 从而杀伤癌细胞 因此 从理论上来说 看似感冒可以促进抗体的形成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加强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但是并不代表着感冒次数越多越好 德国曾有一项相关研究表明 那些五年内没有出现过感冒发烧的人 和平均每年感冒三次的人相比较 患癌风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正可以抵挡癌细胞的 还得是自身的免疫力 经常感冒发烧 反而表明这个人免疫功能不是很好 甚至有点差 以后罹患大病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 例如那些经常胃痛 反酸 腹泻的人 说明胃肠道的功能不好 这类人群更容易罹患慢性胃肠道疾病 如胃和十二指肠溃疡 克罗恩病等 这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也来自于很多种病毒的感染 可多达上百种 有些人在一年内会感冒好几次 这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病毒 而区区几次的感冒并不能让身体产生 针对所有病毒的抗体 所以也都是正常的 因此一个人是否经常感冒与患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有时候只是人们的错觉罢了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一个人在大众的眼中就是经常感冒发热头痛 生病的次数比较多 那么如果有一天检查出癌症 人们也不会觉得很惊讶 但是如果一个人平时几乎没有生过病 突然间患了癌症 那么人们可能就印象比较深刻 总之 普通感冒只是身体最基本的一种免疫反应 它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更不能将其与患癌率扯在一起 要想身体健康 最主要的就是使得自己的免疫力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具体做法就要吃好 喝好 睡好 心情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